拜登派人来中国展开金融会谈 提了一个罕见要求 而中方的应对措施同样也很有意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论评的主题是 美国这次麻烦大了 金融会谈时对华提罕见要求 中方应对很有意思 美国这次真的麻烦大了 前几天中美金融工作组 在上海举行了第五次会谈 这次会谈估计是美国主动求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工作组上一次会谈是在四月份 在华盛顿举行的 当时美国还很盛气凌人 耶伦多次说中国产能过剩 要咱们改变 接着五月份拜登政府 又对中国加征关税 耶伦还要求中国不要还手 这时候在美国眼里 他们是占着优势的 而这次会谈之前 美国接连做了三件事 一是推迟对华加征关税 二是派企业家代表团访华 三是将一家中国激光雷达企业 移除了黑名单 老话说理下于人必有所求 美国这么做是在求咱们和他们好好谈一谈 三件事就是他们的诚意 这也可以说明美国如今处于劣势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上个月美国国债突破了35万亿美元 西方多家财政监管机构警告说 未来30年美国最大的支出恐怕就是债务利息成本了 打个比方 美国现在就像坐在火药桶上 手里还点了根烟 稍微崩出点火星 就会把自己炸得本身碎骨 本来美国也想了办法 再拖延一下的 就是收割日元 但没想到可能是美国搁得太狠了 上个月底 岸田政府突然来了个釜底抽薪 大量抛售美债拉升日元 让美国想继续收割日本 扛着不降息的计划 一下子就落空了 而且岸田之后 马上就说要辞职 让美国连火都没地方发 说到底呢 日本上层也不是傻子 被美国搁了这么久 再搁下去 那损失就大了 而美国目前还用得上日本 也不会和他们翻脸 推出个首相辞职背锅 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 美国再怎么不满 这件事也只能翻篇了 而被日本这么一个背刺 美国麻烦就大了 看看中美金融会谈过后 双方发出的声明 其中有一句话 为了应对将来 可能出现的金融压力事件 中美双方同意互换 金融稳定联系人名单 金融压力事件 就连西方媒体都基本认为 这是在指美国而互换名单 美媒评价 这是中美两国寻求 共同立场的罕见举措 很明显 美国的经济甚至有崩盘的危险 所以才会主动向中国提出要求 要任命金融稳定联系人 说白了 这是在预防最坏的情况 而在这点上 中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 还是愿意和美国一起 建立一道红线的 至于其他的 美国还想要中国拉他们一把 中国的应对措施 就是对比一下上次会谈 美国的参会阵容 少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这两个 一个是保证美国期货市场稳定的 一个是保证美国银行系统稳定的 现在都出现危机了 没来参会 意思很明显 中国已经提前通知了 咱们帮不上忙 就不用来白费力气了 用一句话来形容 美国火烧到眉毛了 中国坐看风云起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1 2 2 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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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